打野了聊天室升級嗎? 拿個法術升個級 他有個糯米啦 但偷糯米我也不會變元素啊 因為他比較強喔 他是有管理者的糯米 所以你現在去學他玩糯米你就會GG 所以千萬不要學他 你應該自己 自己走一條自己的路 拿個大象有良屬性啊 荷蘭人沒有海盜啊 死生流沒有機械啦 所以只有野獸死生 野獸死生得要升級 那就9加1囉 那這三個法術就只有中間跟右邊還有點用 不如就選個中間吧我們偷下一個人的牌 我是說嚇嚇一個人啊 活人啊 不是死人 不是偷掛掉的人 找一個活人借一下 因為有野怪的時候大家科技又很快啊 科技又非常快 所以其他人也同樣 有高機率會有那種很棒的牌 所以時光小偷可能好用一點啊 主要是我拿哥盧爾沒啥用 我根本不知道誰要加2 這裡如果選擇阿古斯加這一張 短期間我們是非常強的 所以先拿下來吧 這個是絕對在短期間很厲害 有一個白狼 給白狼嘲諷 可是白狼就變野獸欸 我覺得轉毒才是真理啊 偷對面三合一喔? 那就轉毒唄 我覺得轉毒吧 不要拿狼啦 轉毒 走一個毒陣吧 龍之陷阱欸 現在轉龍肯定慢了 說是陷阱但是還是情不自禁啊 聊天室難道這就是人性? 嘴巴說不要但是身體很誠實 你都起了反應了還跟我說 你不要 不是我剛才買了嗎? 你都做了動作了 這是一個很想要的部分啊 有眼睛的我們都看出來了 5-5是不是要扔掉啦? 還是7-7? 7-7吧 這個可以加4再加4等於加8 7-7比較爛 聚合梯 不找龍嗎? 是不是沒多少龍可以龍? 也不是我不找龍 也沒什麼龍 沒龍可找啊 鹿吃龍是龍喔 夜寶給鹿吃龍 做一個尊重啊 不給 3-6龍也是龍啊 感覺拿3-6龍嘛 然後再找個紅袍就結束了 嗯...原來不是紅袍啊 是聚合體欸 這個聚合體是不是非人不可啊? 他可以塗劇毒啦 所以好像是龍獸要扔掉吧 他可以塗劇毒 哇塞他太強了吧 可以直接幫我破冰欸 這是一個價值25血的冰箱 過癮 過癮啊 所以很明顯龍獸沒用了 對面隨便一個都三死 蜘蛛有劇毒不行欸 有劇毒卡要留著 先拿個6吧 把惡魔吃掉 但要塗劇毒啦 塗劇毒很有用 不能忍 沒有6也開不了塗欸 那...這種... 8攻的肯定沒戲了 直接開好了 非常的爛 嘲諷不移太多欸 嘲諷太多 只會增加你... GG的可能性 對面... 喔...他想要鳥觸發魚 所以選擇這麼讚 哇塞這個很強欸 他這個... 可能可以吃雞欸 這就是我那一套... 看金魚流啊 妹妹看金魚流 只是他不是金魚而已 他是普卡魚 他的弱點是... 金色狂風 然後你先手把他抓掉 他的弱點 王座加金色狂風 呃...我推測一下齁 他能打得贏這家嗎? 這家人比他還強欸 所以他會打輸欸 所以我等等要跟這家人再打一次吧 我感覺這家銅鬚的好像比他強欸 不好說這要看牌序 我感覺銅鬚這家應該會贏 要找...紅袍 而不是小黃 要找一個...屠躲魚 這個人才剛掛掉欸 所以還不敢放水欸 他才剛掛掉我怕會死欸 會怕會怕 結果我贏他超多的 贏他超多 果然大大大會打贏他欸 這下麻煩了 打這家連25的怪都沒用 這家超大的啊 你只能賣紅袍養怪然後... 再出一隻紅袍 具體是這樣做的 再給你一隻卡雷也用不了啊 你沒這個本事 金色狂風打下一個人比較有用 把我打掉 發脖子 聊天室好像有機會的感覺喔 帶走!! 漂亮!! 這家就看金魚流啊 金色狂風啪啪啪啪就... 只要等打出先手金色狂風就直接拿下了 所以肯定是要拿的欸 就怎麼樣都要拚一個先手 那這個就沒用了 剩下就養怪吧 那... 我會扔紅袍你們呢?還是你們會扔一隻劇毒? 扔掉一個蜘蛛 畢竟四個盾有點誇張 四個盾好像還是得要考慮一下啊 嗯...冰箱那就...再拿一個吧 要是我沒先手下一次也能先手 總有一次能賽到他的 你能不能一直保持領先 金色的欸 他先手反而好欸我可以穩定打掉這一個 不然還不穩定 哇他超大了怎麼辦? 痾...他超大了怎麼辦? 平均50又帶盾 金色的金色狂風然後打出先手 殺掉男爵跟蜘蛛 回手變金大贏家 金色的金色狂風給他光盾 他就有17攻能動兩次 17攻動兩次然後先手 啪啪 我覺得這是唯一的機會欸 然後就這樣決賽吧 狂風變金色賭一下囉 狂風不會擺兩隻欸 帶你走! 還學我妹妹看金魚 只有我能看金魚啦! 還學 還在學 就只有我能看好不好 魚也消失了啦!水啦! 我的妹妹才不分你呢我的妹妹 哇塞這個蛇又開個鬼白啊 應該是拿下了吧?這個如果還打到平手我是真的看不懂了 玩得不錯! 哇太秀了這一把對面也是真的很秀欸 把他的妹妹搶過來 換我玩 玩得不錯 他真的也是很秀 差點就讓他秀起來了 我們是用一個 最後是用金色狂風打出先手啦 直接把金男爵抓掉 就先殺蜘蛛然後再殺金男爵 這個很關鍵 要是我沒有打出來應該沒機會 他那個一疊起來根本是處理不了 不過 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 早就看出來要拿金色狂風了 所以我早就已經超前部署了 我在遇到他之前 就已經提前的把金色狂風冰起來 冰起來然後就直接抓 抓完之後還考慮要變金色的金色狂風 然後最後是找不到金狂風 但是我們有狗骨頭 給他貼一個骨頭之後 作用性也是非常大 直接啪啪兩次 只要你有光盾風怒 就一定可以擊殺他的男爵跟蜘蛛 打個派奇野怪了 我感覺 不會打第一了 我Hold住 我沒了 我沒了 分靈體全家分爆 那就雙卡德加然後賣全部人 全家分爆 所以1212也沒用了 97也沒用了 兩個卡德加 他就直接分到滿場了 所以這個不是有要賣啊 分4隻 1隻 變2隻 2隻變4隻 4隻 所以 4-4可以留 剛好滿場 4-4留著剛好滿場 除非卡德加三合一 那我要不要直接升級啊? 反正也沒事幹 他打我就分一排蜘蛛 然後我送一隻 送一隻卡德加 破個盾對不對? 把你全部毒光關 他太大了好像還是不行 他太大了 已經很秀了但是他有死生流 走 走 幾百也沒辦法 真的是 欸!人死光了我並列第三! 可以! 蜘蛛人 並列第三